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为您站在第一线 我是吴关龙 台北股市今天盘中高高低低 持续震荡 那最后收盘的时候是下跌33点 收到今天低点21,031点 主要盘中有个重要的情况 全世界都在关注 就是贺锦丽PK川普 这个全球都在关注的情况下 所以会变成说对他们的政策到底有什么解读 会影响市场的表现 那不过至少看起来影响目前来讲是不大的 不过我们还是来剖析一下整个情况 其实两者有个差异 贺锦丽是要把企业税从21%升到28% 那么川普则是会把21%降到15% 这个两者是有差距的 那到底会影响的是什么 宾州大学华顿商学院预算就有显示说 贺锦丽的计划在未来10年内会使美国国债增加会超过2亿美元 但是川普的提案反而会是使国债增加多达6兆美元 所以这个一来一往其实是有差距的 第二个在于说以哈冲突的情况下会有什么情况 其实川普会讲到说希望说战争会尽快结束 两者都希望能够战争要尽快结束 不过川普特别提到说贺锦丽会以色列消失 那这个就是有待后续市场的反应 那第三个重点是在于说 整个晶片的产业方面都强调说 跟中国大都会持续保持一个竞争的情况 在整个辩论完毕之后 市场目前看到的情况是在 这个辩论上头的这个表现 贺锦丽稍微占到一些优势 那在整个辩论完毕之后 这个拥有高原器的有2.8亿 IG追踪者的这个小天后 泰勒斯也表态说要支持贺锦丽 那么看到9月11号台股 收盘的时候是收21,031点 收到今天低点 小跌33点 那成交量其实是2,348亿元 是7个月低量 那在今天这个礼拜三的时候 弱势族群是电子通讯 百货跟金融 那强势族群则是航运 电机跟塑胶 那在今天跌33点的时候 这个外资还是持续站在卖方 它是卖超85亿是连三卖 但是投信依然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情况 是连19买 然后是买了68.4亿 那自行商的卖超也是蛮多的 卖了47亿是连八卖 那合计三大法人合计 卖超63.7亿 那对照这个跌33点 其实严格来讲 没有很大的卖压 那么后续就会观察 明天礼拜四公布的初请失业金人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 加权指数的这个线图的一个表现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看到说 持续的都无法站稳五日线 这一点是稍微比较不利的 先打个差 那么成交量也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情况下 也是打个差 因为要上工 要尽量要有成交量的这个帮助 那最后一点是在于KD指标 依然是梅利等于有三个XX 那么OTC在之前一段时间 其实表现都比加权指数要强 等于中小股票是有这个 负起这个撑盘的作用 但是在近期而言 看到说今天礼拜三的时候 加权指数有一度碰到五日均线 可是OTC却没有 等于说短线上连 之前最强势的OTC 都来呈现短期的弱势表现 所以目前看起来等于是四个XX 那四个XX还是有赖于这个成交量的这个补上来 才会相对比较安全 所以说这个盘式目前来讲的话 短线上确实是有短期空方占了上风 看到说明日的重要大事的这个提醒 欧洲央行利率决议 还有就是除全息就台积电了 因为之前有跟大家提醒到说 台积电的除息秀 过去一段时间几乎都是很快能够有办法填息的 所以说明天的除息 其实让指数往下走的情况下 是否能够也来尽快在一两天之内填息 市场都相当关注 那并且在于说市新 KY跟材料KY的这个除息 还有美国八月份的PPI 还有美国上周出领失业金的人数 好的那我们看到说 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议题是什么 其实我们近期不断的跟大家追踪就是ETF了 ETF来讲的话就先看到说 成交量大的这个前十名 第一名还是在于这个反一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美债 所以目前市场的心态是偏向于怎么样 对股市有稍微比较官乱 所以前进在市 那反一成交量大也代表说市场的避险心态是相当浓厚的 好接下来讲到就是这个今天我们营收的状况 因为国际形势表现比较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直接的推力的情况下 要看到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国内的经济情势好不好 台湾上市贵公司整体营收表现前8月高达28.27兆 年增将近12% 那么光是8月份3.77兆也是年增13.4% 那今天跟大家讲到一个这个传产族群里头一个重要的族群叫做AM市场 那么台湾本身来讲这个汽车零组件外销机能可以看到说过去10年以来 最高的是目前是落在2022年 那去年2023年也是算是这10年的次高 那并且在于说今年2024年统计到前6月为止 也是跟去年相比也达成到一半 这个AM的这个零件啊 这个出口到美国去的这个情况 其实它的传统旺季是落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主要是在于说汽车这个零组件这个理赔就是差状的机会比较高 因为统计到说像美国有这个在第四季到明年第一季 会比较容易有这个暴风雪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传统的旺季就落在第四季哦 举例股票有地保它是做车灯的 胡连是做车用相关连接器的 东洋是自制汽车零组件硕建 TYAC做汽车车灯 自身客是做汽机车零组件 那本身来讲的话其实看到说前8月营收 他们都是算是有一个年增率的 表现最好的是这个胡连它有高达将近两成 这些公司其实个别公司有个别公司的题材哦 那看到东洋它8月份跟前8月份的营收 这个双创同期高 虽然有运费这个冲击的影响 但是它呈现淡季不淡 主要是反映北美AM舰的这个出货表现好 所以带动整个营运的成长是表现优的 那在于说这个胡连 胡连本身来讲的话 它整个这个法人也看好说 它在除了8月份表现好之外 9月份跟10月份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法 主要是受惠于在中国表现这个比预期还要好 但是出货方面是比原本预估还要好一些 所以整个来讲的话 对它整体后续的这个营运表现 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看待 那第三档叫做这个资深科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它的营收是年增哦 那整个它前8月它的这个营收的状况 从年减变成年增 那主要受惠于在电动车的客户 拉货这个动能强劲 对它整个后续的营运算是有所支撑哦 所以以上是整个算是汽车AM零组件相关的厂商 跟这个整个相关产业的一个介绍哦 好的讲到这边 其实看到说最近期大盘成交量不断的萎缩 不过没关系 只要能够找到说不管说成交量大或小 不管说贺锦丽或川普胜选几率高 与否都能够有一个稳定性 像刚刚讲到这个有旺季效应的产业 那持续关注我们这个节目 就会持续看到说我们跟大家介绍 其他另外的优质产业哦 所以请大家要做到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跟掌描QR Code的动作 那并且在于说 美国总统大选其实对有的产业而言 是一个威胁 但是对有的另外的产业而言 却是一个机会哦 想要参与美股的投资 要如何来这个掌握机会 跟避开风险的 请仔细锁定 今天晚上9点的理财最前线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超觉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赖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钻线求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启赖群组